强装股的五大特征 庄家是股市里面最大的赢家 跟上庄家的操作 散户也能赚到盆满钩满 但是有时候跟错庄也能亏到稀里哗啦 因为庄家也分一个等级 有强装有弱装 有善装有恶装 有大装有小装 只有买到强装股才可以轻松获利 那到底什么是强装股呢 强装股指的是有强势庄家操控的股票 大市上涨的时候它涨得非常猛 大市下跌的时候它不跌 或者说跌得非常少 强装股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 它的走势也是不一样的 在强势的市场环境当中 涨幅翻倍的股票就属于强装股 在弱势市场环境当中 涨幅超过同级指数走势的股票 就属于强装股 五大特征让我们轻松判断强装股 第一个特征 指数下跌的时候 股价是否抗跌 同时指数止跌之际 能不能快速收出长阳进行反击 并且重新开始上涨 第二个特征 上涨放量下跌缩量 关键阻力为一股作气突破 不需要反复借助对敲单来吸引市场的关注 有道是强势上涨不拖泥带水 涨停推高一气呵成 不会诱惹很多的跟踪盘 在早期追仗 第三大特征 股价构筑标准的上涨趋势 很少跌破20日30日均线 风胀股更不可能轻易失守5日均线 即使短线杂盘也会快速进行收复 在日均线底部区域收出长下影线 特长的单真探底 这个和持续风胀后的高位长下影又多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四大特征 消息面上不会出现大批的股票行推荐和看多 反而在周线见底的区域会时不时的出现个股利空的消息 但是股价因为有强装看护并不杀跌 反而一路走高 第五大特征 长价量忽大忽小 庄家无论是建仓还是出货 都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 有的庄家会采取底部放量拉高建仓的方式 庄家也经常采用对敲对倒的方式转移筹码或吸引投资者注意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导致承销量的急剧放大 同时由于庄国的筹码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工 其日常承销量会呈现极度萎缩的状况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股票的流通性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强装股的秘密 请点击链接报名强装套利7天集讯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